谢谢各位前仙 有声音我看一下还可以 各位前仙早安 我们今天2018年1月几号啊今天 7号 7号非常好的日子 昨天是我们不休息菩萨 对不对 虽然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他的心路一神 他是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 就是确实确实的感应到 或者是能够弃入这个灵性的 我们说今天他的分享是我的灵魂之旅 所以后续不再用他的时间 我们请 而且他现在目前也是在哈佛的 等于说是校长室里面做秘书 所以说很难得很难得请到他 而且就是这几天那个波士顿大风雪啊 那个快想师都跟后续讲说 你小心啊 你不要等一下那个他飞机 那个没有没有delay的话 我们要开天窗了 你请了这么多人 我说 不会不会不会 许想师绝对 绝对可以有把握能够过来的 所以还好今天他有出现了 实在是 那个后续也落实了 那个放了心了 好 那后续就请他来跟大家做分享 后续不再用时间了 好请 一起起立 一 好 二 好 各位前嫌早安 好 各位前嫌请坐 三 请坐 好 谢谢各位前嫌 这声音我看一下啊 还可以 二 各位前嫌早安 我们今天2018年1月几号啊今天 7号 7号 非常好的日子 昨天是我们不休息菩萨 我们前老不休息菩萨 离开我们十周年了 离开我们十周年 我讲国力啊 讲国力 因为其实农历后学不太记得了 但是呢 国力记得很清楚 那今天能够再回到 后学在这个地方成长 后学在这个地方开法会的 这个地方是哪些点传师 哪些讲师弹主 发心 尽心尽力 把它建起来的 大家想一想啊 您家有自己的一栋房子 对不对 我们人移民到了美国 是不是非常在乎的事 第一要有房 第二要有车 这很在乎嘛 是吧 这个房子就是先佛的房子 是正老点传师 我们后面有我们许讲师 我们有垮讲师 以及其他众多的前嫌 在楼下厨房 今天在忙的 还有我们的卢点传师 后学很少看到卢点传师 穿上围裙的 这个非常开心 看到说卢点传师精神异异 还在替大家在做饭 做菜 做中午的菜